《阿ご學 instructor 學期的教學》 盛名證報 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沙耀師先生服務 ach 我是臺灣大學農業工程學系畢業的 當時是六年 90年開始高水管計時 就出來置業 在這方面 大部分的案例就是在於 關於山坡地上的連席 90年到92年做了一些案子 92年我們就到臺北縣公共成品質的油脂獎 還獲出蘇縣長臺辦獎 93、94年、94年 我們陸續有做一些案例 經過一些臺北縣的考驗 考驗的考驗都沒有遭受到破壞 所以這次公共成品會特別找我來 跟各位講解一下 我們在整個河西的政治上有這麼樣的想法 那我們做了一些乾淨石的工法 或者是我們一些比較特別的想法 它到底為什麼可以成功 不會因為這個有臺風災害的損害 我們今天跟各位來看 一些我們叫新人的觀念 我們現在的這個整治 一般都是希望能夠跟地方來結合 那如果你知道整治好了以後 大家就不去用它 或是說 那就是變成一個 可能一個我們打來上課的地方 這樣就太變幅了 不是那麼值得啦 所以我們這幾個案例 今天就還有四個案例 那這個幾個案例呢 首先呢 我會跟各位做一個案例介紹 然後把整個設計的理念 那主要這個理念我覺得是相當重要的 然後理念它整個設計分析的想法 跟整個事故夢想中通常的困難 那我們怎麼去解決它 才可以做個報告 好了 那 因為我們在這個 這個可能在分析過程中 想各位講完 或是有些是情況下 或是設計設計公司 所以我講到各方面 可能我講要騙設計公司的部分 有跟著做設計跟建造的 如果大家會有比較不緊張的地方 我們下一些課 可能可以有點時間來做這個討論 那一般我們在做這個工程設計公司的時候 剛才一定會做一個基本資料收集 然後然後讓你兩個這個分析 然後讓你定義這些 就會來做一個 才能做我們提出的方案 可是呢 在這樣的傳統的一個表現當中 我認為幾個方向是最重要的 第一個 就是你在規劃前的一個資料收集 那這個我們現在跟10年前其實差很多了 現在網路資源相當發 而且各地方政府或是各大門 他會做很多的這個資料 在網頁上上公開來做參考 那這是連我們歷史的這個 我們說新聞資料也在做參考 所以這些交通的效應很重要的 再有助我們對地方的了解 他對我們的理念跟設計 怎麼規劃 來做整體的考量 那第二個就是定量的分析 所以做我的整治 一定要經過定量的分析 那定量的分析 那定量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左側的針 比如說我今天在屁股 來做這個合照整治 或者你們不知道我這個設計的 有多少 這點要經過減算 那紅毛量多少 就是它的報的量多少 就是它經過的定量分析 是變不穩定的 所以在所有的政治裡面 所有的設計裡面 定量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當作未來作證 那甚至 講一句 如果他在外交的時候 你做這種生態工法 難道你不怕它壞掉嗎 那我就覺得說 應該是會怕的 因為我經過分析了 很多都合乎的規範 而且它又壞掉的話 我想覺得就是 歸就為天災 沒辦法 所以我說定量分析相當重要的 這也對我們整個設計跟未來作證的參考 那最後一個是 設計的意念跟理想 你想把這個政治人省的東西 是可以來觀光呢 還是適合瑜伽生神 你在你的設計的意念 你要對這個理念做一個定義 因為這個地方很重要 下面就是 就是人家 所以我等一下做非常強壯 用火力圖也可以啊 用生態工法也可以啊 所以你的設計理念跟理想 一定要先把它抓出來 那 講這麼多呢 我覺得最終還是要思考 很多東西呢 不是那麼的死 那我們現在的學校學了很多東西 要想 要想怎麼去做 才是我們這個 才找我們的目的 我講簡單例子好了 我們當那個道理裡面做氣勢工法 就是用這個怪手把手拿來疊疊這種工法 那以前呢 大家都喜歡 把怪手放在水道裡面 拿手來騎 騎這個火岸的牆 可是你知道嗎 當怪手去經過這個 用倒水的時候 怪手在走的時候 對我們生態做的一些破壞 可是我覺得要求成功是這樣的 要怎樣減少 在施工過程中 對著核桃的擾動 那就要想 那有一個方法 第一個 你不要填土 我們核桃當然會改到 我們要搞到水 比如說我沒關係 可是你不要填 你填土它做度增加 餘下容易死掉 不容易生存 我會保育掉 所以我們填石頭 就讓那個 就在鋪那個時候 我們是鋪石頭 怪手走在石頭上 來做鋪石動作 那 有些怪人有直接問講說 它這個 天石頭 那個 第一個怎麼比較高 第二個 它站不穩 因為石頭沒有很平 或許會放兩方去 電鋼板 這樣 可以電嗎 這樣水流下面是可以走 雨下有生存空間 水的濁度還是威能不能高 甚至於 我要求大家 在可以做的時候 你站在岸邊來騎 你不用到岸邊去啊 你站在岸邊 有空間可以去的話 你就不用下去了 所以說 在很多的這種 私工 知工 或是說設計方面 你要多想想 你很多方法可以來做 那怎樣適合你 現地可以做的 所以這是通告思考 所以我覺得說 在整個設計裡面 設計裡面 或是我們往後 我看 等一下在這些案例裡面 我講很多的想法 是我們自己的 一個思考出來的想法 你可以給我一個簡單的 一個介紹 因為我大部分都是做台銘先生 我的案子 所以 到時候的案例 我們都只有台銘先生 其中在這個 我站在三坡地裡面 東京站 三峽 新店 雙溪系這邊都有 好 那第一個跟規矽要的是 雙溪的這軟小蛋 葉溪正式工程 那這個工程呢 在去年度 前年度 我就到後面後來做個演講 不過我們今天 比較用一個 比較不同的方式 來跟各位做個簡單的探討 那這個軟小蛋在哪邊呢 在雙溪下 雙溪就是 它其實有兩條溪 一個母丹溪 一個平靈溪 會留一二乘叫雙溪 往下走 到風 到什麼 到東北角出海 那我們是在平靈溪這個直流的上游 那旁邊就是 丁子達安坑跟後半紫根溪 後半紫根溪 後半紫根溪是我們上游的一個直直流區 後半紫根溪 因為它是93年度的 生態工法博覽會的場地 所以可能會比較熟悉一點點 那我們這個直流區範圍有3600多公頃 那在野氣直流區算是比較大一點點的一個地方 那雙溪過去的人文化 就是以礦業為主 所以我們在直流區裡面有一些礦坑 那從這種民國六十幾年平時採礦以後 當地的這個整個經濟活動就比較蕭條 那現在是主要能夠希望能夠開放 就是我們推廣觀光 讓地方能夠更加的繁榮 那我們在宮區 這是我們航造圖 它主要是在經過這個北四十二線 那這裡有個結座橋叫平靈一號橋 這邊上游這邊下游 所以我大概把這個從這橋來分離 從這以上我們叫我們上游 按橋的一下我們叫下游段 那在上游段這個整個是大概200公尺 所以整個合環大概有400多公尺而已 那合環大概從18公尺到39公尺都有 那上了段這個主要問題是這邊 這邊有3到這個基尤的湖灣 這個基尤湖灣因為它沒有一個流線 或者知道我們整個時候 就需要有一個針織線 它整個沒有一個流上的針織線 加上這邊是一個岩盤 所以水流到這邊會被形成一個漩渦 所以這邊的档架很容易就壞掉 那這下游段部分呢 這邊是一個高攤地啦 那土地利用是比較沒有加鹽利用 那我們想說配合的地方發展呢 把這邊來加鹽利用一下 這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 有三個這個基尤的檔主牆 其他三座 是不是 1 2 3 都沒有在一個順暖流線上 這容易造成我們在水流上的混亂 那第一座檔主牆這邊 它剛好是轉彎段 這就是上游了 轉彎段 所以它有點基礎 有點被掏空的情況 這是我們也要加一個整治的地方 那這一座看起來比較新的檔主牆 事實上在納利風山 的時候已經快過一次了 這有13米倒 整個就倒掉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剛好就是在這個 剛才講到研盤的一個 會產生水流混亂的地方 所以它已經快過好幾次了 再講一下 這是下游斷的一個高碳地 集合和船線廓還好 之前可能有人在那邊施工 所以還有一些車道合計 沒有辦法復舊 下游高碳地這種情況是比較長 從這比較沒有加益利用的情況 好 我剛才講到 所以我們在設計裡面 一定要經過低量分析 所以這其實非常重要 那水源分析 因為它這個面積超過力氣功勤 不能用我們的單位 不能用那個合體化公式 不能用那個 不是 不能用武力氣功勢 我們用單位立憲法 來做這個水源連鎖 那洪峰的光照 830克的GMS 是相當的高 那水裡飛機來看 這地方由於它的這個河床面比較大 而且沒有那麼的高 所以在流速方面看來 都沒有相當的大 都4.5點多而已 5點多事實上在理系裡面常看到 理系裡面算到十幾個都有 所以再算一下 它流速沒有那麼的大 所以我們把現況的問題 我們大概的簡單歸類一下 第一個是 它上游流行不是那麼的順暢 必須再加一整 第二個 雖然它流量非常大 可是它流速並沒有很壞 它當然是它有些高潭力 我們希望來這樣也可以利用 那可是當你在整治的時候 剛才提到 要考慮到當地的這個移動問題 有些想法 那這個集結區的上游 我們就查去過資料 在地理工程所營運作過很多年的整治 所以並沒有太多的屠殺問題 所以說上游的時候發生災難或公塌 屠殺到他這邊的機會其實不多 因為中間有很多很想過招惡 燃殺把他燃掉了 或是已經被整治過了 所以我想說這個 在這個經過多年的整治以後 這邊的屠殺 的那源已經不多了 那第二個 既有的生態相當的工作 我來講解聚的法律管理非常好 那我的教師現在 正常做他已經在進行封吸 封吸護育的工作 而且他們當地有解說班 那這個解說班 他們是有什麼這樣的構成的就是 就是小小學老師 上英國小老師 雙英國小老師 雙英國小老師 跟校長 那我曾經 在上個月我到這個地方 一樣上課 他跟我講說 他是校長 我要嚇一跳 這個年紀已經比我大 二三十歲 他說他是校長 結果還當他老師 這樣 他經營的觀念相當很好 他會自己去富裕 這些植物 公物都會自己來富裕 那當然是轉型的土地利用型 剛才提過 以前在做礦 現在沒有礦 沒有礦就沒有發展 那怎麼辦 所以 我到這個地方 他一直跟我講說 希望能夠 這個點 跟雙家其他的點 把它聯合起來 做整體的規劃 那因為當初在做這個時候 事實上其他的點 都還沒有很有效的利用 跟規劃 所以希望說 如果我們這個土地利用 能夠 能夠 朝那個 比較 利用度 低的情況來發展 不要說 一直 一直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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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迫的土地利用成為 可能 變 那 第三 我們 來講 那 一些 問題 跟這些現況 我們來怎麼解決呢 第一個是 這樣 解決 要跟 動 因為 生態很好 就盡量不要去破壞 很多不要動就不要動 那神經呢 我在鵝刀裡面 其實鵝刀裡面有些大石頭 我跟鵝刀講說 鵝刀不能動 於是我就拍照下來 而且我拍拍那個時候編號 因為在鵝刀裡面的時候 鵝刀上蟹關拿下來打碎 然後就來當起司來 當它的原料來用 因為這每個石頭 實際上它下面都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 有衛生物 有雨有下了 你把它歪掉